女孩父亲告诉记者 女儿今年14岁正在上初中 17日早晨独自从家前往1.5公里外的学校 刚走到一半还在村子内 就发生了监控视频中的拖拽事件 女孩的父亲说 在男子强行拖拽的过程中 女孩的膝盖被磕碰 有一点欲青 目前孩子上学都有家人的陪伴 1月19日上午 五台县公安再次发布警情通报称 针对五台县建安乡大建安村 发生一名男子强行拖拽一女孩事件 公安机关接警后立即立案侦查 并锁定犯罪嫌疑人伯某某 伯某某男37岁定乡河边人无业 1月19日凌晨1时30分许 犯罪嫌疑人伯某某迫于压力投案 公安机关已依法对其刑事拘留 睡了一觉醒来 还是感觉很累 多半是肝在说话 不要等到亮红灯了才后悔不已 这个是肝的老搭档 菊花枸杞茶 精选菊花枸杞 甘草橘明子 金银花陈皮 六味本草搭配 古法研磨烘焙 套出食材本身的好营养 坚持喝上一个月 你的身体自然能够达到你想要的状态 好喝不贵 就在视频左下角 好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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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喝